我爱文艺 却从事了多年扶贫工作 我叫牛文琪 今年57岁 1997年转业来到建行 云南省分行 然而在当年 我连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稳 就被派到了贫困的严金县 搞起了扶贫工作 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一直在原地踏步 可我始终坚信 人生如同旅行 多走一个地方 就一定会领略更多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述军旅故事 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 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 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 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待改善 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变命运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牛文琪 就是一位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扶贫老兵 不过他的法宝可不是物质和金钱 而是音乐和摄影 谢谢 我看到有多少新人的眼睛 我爱唱歌 但不是歌手 我爱拍片 却并非导演 我爱文艺 却从事了多年扶贫工作 我叫牛文琪 今年57岁 1997年转业来到建行 云南省分行 然而在当年 我连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稳 就被派到了贫困的严金线 搞起了扶贫工作 那段日子 我落过情绪 也想过放弃 然而 当我拉起小提琴 看到孩子们羡慕的双眼 当我唱起鸣歌 看到乡亲们真心的笑容 敬求 敬求一心欢笑 当我拉起相机 记录着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时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 别样的幸福 长出这么大一个来 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一直在原地踏步 可我始终坚信 人生如同旅行 多走一个地方 就一定会领略更多的风景 这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牛寨星的村民 却并没有忙着张罗一大家子的团圆饭 而是聚集到当地最繁华的街道 看牛文旗的演出 我寻落在祖国的边方 再来一个 好的 谢谢 这已经是牛文旗 从建行云南省分行 来到严禁挂志扶贫的第五个年头了 见面叫声牛哥 到村头巷尾看牛哥表演 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习惯 牛文旗的才艺众所周知 可很多人认识他 就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 高约一千米 气温不热也不凉 全乡七个村委会 名字好听 其实我最爱好的还是喜欢摄影摄像 完了以后自己剪接 完了配音 写解说词 完了以后就形成一个片子 越弄越多 最后就 干脆就把它放到网页上 取了一个牛哥威影 我在单位上 在建行 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员工都管 我叫牛哥 完了到地方上来 到这个农村来 我们的干部群众 也管我叫牛哥 我喜欢唱歌 所以所有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都管我 叫牛哥 一间不大的屋子 一把红亮的嗓音 一段朴实的影响 讲述着贫困山区的发展变化 也记录着牛哥 不为人知的点滴岁月 受多彩多艺的舅舅影响 牛文琪从小就对音乐充满向往 这个音乐那么好听 那个时候是带着一种神秘感 看着我们的父辈 他们演奏这些 我就在那看 他一直他拉什么 我就听什么 这把小提琴 就是当年舅舅送给牛文琪的 正是这把琴 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背着这把小提琴去 当知青 每天在那种冰天雪地那样 我每天拉四个小时 因为对音乐的痴迷 家人想尽办法 为牛文琪找到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 可他的心里却早已另有打算 大张的那些片子 尤其是那个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 那个大快发 同志们往前通 怎么怎么 那种鼓劲 我就觉得这个部队文化 这个部队生活 哎呀 跟我贴气 跟我的性格 非常的贴气 我一定要去报效祖国 我一定要参军 1978年 林温琪穿上军装 成为成都军区联寝第22分部的一名新兵 然而出入军营 一切都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 他那有个厕所 他那有个厕所我就走出去 想方便一下 结果被这个班长说了 回来 干什么 然后那两眼一灯 要踹我一样的 哎呦 当时我才 我给这个带队的这个班长 我说 怎么了 上厕所还不行啊 后来明白了 咱们真不行 真不对 应该报告 然而 一次普通的连队拉歌 就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新兵连来一个来一个新兵连 这时候我们新兵连 一个都没有站出来 我就大胆的站起来 我说新兵连战友们 你们看着我的手啊 手势啊 我那个时候不会唱军歌 就会唱 来我们唱一首 花蓝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首 我把这种动作表情啊 像演出一样 那些 听啊 看着 哎 可以啊 就跟着我唱 因为才艺突出 新兵下列后 牛温奇被分到机关政治处 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电影有点意思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的 声化俱全 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啊 就开始要求了 在部队要学好真本力 1983年底 他被派往当地电视台 学习新闻摄影 可不久后参加的一次战斗 就让他从学徒成为了战地记者 一个战士啊 休息下来以后 他在猫耳东就弹节奏 然后其他战士在围着他听 哎呀 我就感到这个画面太美了 这种场景 除了拍完照片以外 我就写一个猫耳东里的节奏声 就这种比较悠扬的东西 因为表现战士啊 他也有情 也有这种肉 在那种生死 这样的一种关头 还有这种情操 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就为他们写这种歌曲 战争让牛文奇的创作有了灵魂 也加深了他对军旅生涯的认识 我写了一首歌 叫当兵无悔 都说青春很宝贵 我却参军到部队 军号身中诞成长 少所与我相依偎 太阳烤黑了我的脸 雪花铺满我的背 默默度过几春秋 何须说他为了谁 带着这份血与火的感悟 1997年 牛文奇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 转业到了地方 事业刚刚起步 却被组织派往农村 他经受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 回忆渐渐淡忘 却又被命运再次换起 他做出了怎样出乎意料的大胆决定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牛文奇 牛哥威影 转业到地方后 牛文奇成为建行云南省分行的一名员工 凭着自己的才艺 他搞演讲比赛 办大型晚会 把单位的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自己刚刚找到感觉的时候 却被派到了农村 搞起了扶贫 云南省昭通市下下的延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地处深山交通不便 1998年 延津全县30万人当中 就有22万人是贫困人口 在全国都挂得上号 扶贫那个时候刚刚兴起 而且我们要求所有的国有企业单位 都要挂钩扶贫一个贫困县贫困乡镇 所以我们建行就觉得转业干部 能吃苦就派他去吧 虽说心里别扭 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牛文奇 还是决定打起精神 从头做起 然而现实再次泼了他一头冷水 当时我下乡去走访群众 那门啪一下就关了 敲门敲不开 以为什么 以为我是搞计划生育的 就这样牛文奇挂持的一年半 很快就过去了 虽说自己毫无建树 可他并不想灰溜溜的离开 起码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就把平时下乡拍摄的一些画面 把它剪辑下来 剪辑下来 我就想送给自己做一份纪念 在万里长江 波涛翻滚的浪花里 回应着千山万水 骑奔大海的共产 然而 宁文奇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份小小的纪念品 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放给自己看的时候 被书记乡长 看见了 有人说 拿来拿来 我们看看 看了以后 非常的高兴 那个时候还没有一部专题片 描写普尔的这种片子 结果 请电视台啊 连续播了三天 带着遗憾 牛文奇离开了这个 来世心灰意冷 走时却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一走 就是十年 然而 命运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2010年 就在牛文奇 几乎忘却了这份遗憾的时候 一位陌生人的造访 再次唤解了他的记忆 他就自我介绍 我是严金人 过去在外边打工 我真是看到你拍的 那个三江民族普尔 哎呀我才觉得我们家乡那么美 我才感觉我应该回家去建设家乡 所以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他就把我们严金的这个山山水水 他收集了一些照片 他就把它印成了画册 其中还有我的这么一张 他说你是作者 我一定要给你送一本来 这张照片让牛文奇辗转反侧 思来想去 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我拍的一部片子 居然能够影响一个打工者 从外地回到家乡 那我要是再回去的话 那我就要发挥 好好发挥我这个特长 让更多的这个在外打工的人 能够回来建设家乡 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念头 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 牛文奇不顾领导的挽留 家人的劝阻 自愿回到了那片 他曾经被迫战斗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一下点雨啊 所有的这个路都成了这种离林的路 走起来非常的艰难 给他们反映 如果是这条路要修通了以后啊 那就对村民们的出行就太好了 路还是那条路 工作还是那些工作 可能够把自己所长 与服品工作相结合 牛文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 今天可是哎呀太失败了 走这个路 啥去的 你看这个 这样我给你们照张像 表示一个丰收的场景 好不好 再笑一笑 哎 这个 这下是照的是最好的一个了 你看 我们不信 你看看 你看这是最好的吧 你看 你看笑了吧 是不是 你看你笑了吧 笑得非常的甜 普尔镇 兴隆乡 中和镇 洛燕乡 牛寨乡 五年时光 爱家爱户的走法 牛文奇的职务身份没有改变 可牛哥威影上的片子却越来越多 外界对严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招商隐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牛文奇的名气越来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 本地引起共鸣了嘛 大家看到了以后 哎 觉得 这件事情如果 不帮一包 不出一包 都不行 预备 走 曾经总是单打独斗的牛文奇 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徒弟 为此他很欣慰 欣慰牛哥威影 后继尤人 而更让他感到欣慰的 还是自己已经从当年那个 备受冷落的外地人 成为人们口中的牛哥 成为了地地道道的 严金人 实现自己的价值 比追逐金钱地位和名誉 更能让人感到快乐 相对于经济扶贫而言 牛文奇的工作 更倾向于文化扶贫 当年很多人也曾心存疑虑 在贫穷落后的山村 文化又能有多大用处呢 可如今 这个疑虑早已被打消 一位村民这样告诉我们 修一条路 架一座桥 只能暂时解决出行困难 而牛文奇的工作 却为当地产业的发展 打开了一扇门 让外面的人走进来 让里面的人走出去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去认识一位 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兵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四十位老人 一个孝顺儿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 十二年如一日 一心只为老人 在尽孝的路上 他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 资金短缺 妻子离去 梦想与现实中 该如何抉择 君女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孙亚臣 四十位老人的孝顺儿 jij shave 我提供哺 四十五月的孝顺儿 我有一个比赛